恰恰恒郑敏引退的罪魁祸首!每天下床都痛! 中华职棒中信兄弟看板球星恰恰彭正敏去年刚满40岁,今年初却宣布将于本季结束后退休,结束19年职棒生涯。 之所以萌生隐退念头,恰恰表示,除了觉得交出舞台的时间到了,困扰他的足底筋膜炎也是原因之一。 常关注棒球赛事的人就知道,彭正敏作为中职最稳定的打者之一,除了高打击率还有选球耐心,成为中职保送网。 加上连16年打击率三成,上磊率四成以上的辉煌记录,生涯上磊率也是终止第一,立下难以超越的恰恰障碍。 不但是像米心中无可取代的精神领袖,甚至被誉为火星来的男人。 因为有足底筋膜炎跟髋关节退化的问题,所以每天下床的时候脚就会痛,彭正敏在记者会上说,虽然有一直在做复健,后来就有很多想法。 其实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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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球员每天运用脚的力量支撑与训练,让彭正敏受足底筋膜炎所苦。 他坦言,自己从2016年就有退休的想法,而每天起床那一刻,让他今年再起退休念头,如今含泪宣布隐退,即将告别球员身份。 足底筋膜炎是什么? 足底筋膜是位于植骨与根骨之间的一片扇形筋膜组织。 平常行走或跑步时,这片组织会承受体重使植骨与根骨分离的拉力,维持足弓的高度与盘性,保持正确步姿。 足底筋膜炎其实不是真正的发炎,而是一种退化性疾病,或被认为是慢性运动伤害的一种,由于不容易治愈,常变成反复的慢性疼痛。 台大北护粉院副健科肖明艳医师表示,足底筋膜扮演助维持足弓,稳定足怀,协助西镇的角色。 当长时间承受重量,足底筋膜被过度牵拉或受压,就可能引起发炎及退化。 利达诊所骨科医师刘正军表示,足底筋膜炎的患者,会在脚底或是脚跟部位出现尖锐的刺痛感,早上最为严重,但也有可能会持续一整天。 常见于运动伤害,穿鞋不当,长久站立,或是长时间跑步的情况,解临床上患有足底筋膜炎的患者往往合并有足部生物力学异常的问题,如扁平足,外翻足,高宫足,拇指外翻等。 成青医院中港分院复健治疗部主任蔡永裕指出,据统计,跑步引起的运动伤害中,足底筋膜炎约占13%,算是相当高的比率。 足底筋膜炎治疗方法 足底筋膜炎的处理上,除了施与物理治疗与局部注射类固醇之外,体外振波治疗以及注射自体血浆治疾是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治疗方式。 目的是引发身体的修复反应,促进退化的组织再生,也属增生治疗的一种。 北户分院复健科张凯敏医师进一步说明,足底筋膜炎因为是退化性疾病。 若是长期治疗,体外振波可以达到类似注射自体血浆治疾的疗效,而且价格较便宜许多,也少去打针的疼痛疾病发症。 北户分院医疗部行得生主任建议,若需要长时间站立行走者,或是扁平足或高宫足患者,都是足底筋膜炎都是高危险族群。 要注意适度休息,请做足底筋膜及小腿后肌伸展以及考虑使用良好支撑的鞋垫帮助减低足底负担。 书款足底筋膜炎症状。 足底按摩,力达诊所刘正军医师建议,找一颗拳头大小的质地偏硬的球,放在足弓下,在战丝下单脚踏在球上。 稍加湿力,让球可以按摩到足底下的肌肉群与筋膜。 感觉微微的酸痛就可以了,不能有四痛的感觉。 如何极油运动,有效又正确输缓足底筋膜炎。 。 蔡永豫主任建议,足底筋膜富有弹性,因此不必刻意将它拉松,反而应该恢复筋膜弹性。 。 以下四个在家就能做到的运动,能够有效改善足底筋膜炎。 足根坠运动。 足根坠运动。 。 1. 脚底三分之一站在平排上,手扶墙站稳。 。 2. 缓缓点起脚尖,停留3-5秒。 。 3. 。 脚跟往下坠,超过平排面,同样停留3-5秒。 。 4. 重复动作,平均每小时做10下,每天约150下。 。 短足运动。 。 1. 大脚趾折骨向脚跟拉,同时脚趾头平贴地面。 。 2. 动作维持3秒后,放松回复。 。 。 取直短肌运动。 。 。 1. 将弹力带不定在脚底。 。 2. 2. 将弹力带往上拉动2、3、4、5只骨。 。 3. 3. 弹力带固定不动,将脚趾往下压。 。 4. 4. 再将脚趾往上,反复动作可增加足底筋膜弹性。 。 取脂筋膜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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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先撬二郎腿。 。 。 2. 2. 用手将脚趾往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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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用手将脚趾往上拉 4. 将球放在脚底用手掌带动球前后滚动 4. 将军困在脚底用手掌带动球前后滚动